我现在来回答一下关于欧洲木锈球垂头的一个问题 这棵就是在外面刚刚搬进来的 水不够多花头立不起来这是一个原因 在有限的根系情况之下 老子又多花头又多 抓起来的损分不能供给到这一个花头的开花 第二个点是一直以来的天气是较为阴的 在它开花爆白的这个时间段以内 突然把它放在全日照的环境里面 稍微有点缺水的状态 它就会极口委员 那欧洲木锈球如何栽种 使它能够扬起头来几个点 一如若盆栽就控制枝条的数量 让枝条粗大 然后控制开花花的朵树 第二个点要环境稍微稳定 如果一直在楼顶爆晒给出水分 它是可以的 三一个点如若盆栽 在花期来临的时候 给一个小小的遮阳网或者撑一把小雨伞 让它能够接受的光照减缓一点 可以更好地延长它的花期 第四个点给了它更多更长时间的年份 地栽进行水改 给它两到三年时间让它发育成一棵大树 苗越小越有这种可能性 感知出大以后这种情形就会缓和 如果没有更大的场地去放它 破掉一些根系 把里面的土抖一点点出来 用海地的花园的通用型的配方土 势击它长新根 新根的力量更强 吸水性更好 另外还有一点 欧洲木球球像木本的植物盆栽 里面可以配比30%的普通的泥土 增加它的重量且保住它的水分 就我做的几个方案就可以解决到欧洲木球球的垂头问题